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除了生活太快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压力比较大 因为每天有太多的讯息 然后我觉得话缠让话 因为它真的是还蛮简单的 然后从简单中 慢慢开始你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在里面 然后你就会开始发觉 原来我可以这样我可以那样 可以让自己我觉得变得更有自信 这个是我在缠让话里面 获得的两个我觉得很大的能量 就是让自己慢下来 跟对自己有自信这样 好 那那个画面中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带大家 一起来完成的一张作品 那在这之前我还是就是 让大家看一下我最近 近期这个月 我就简单 像这个作品这么小 就是有时候 我觉得不一定要很复杂 所以我会真的拿这么小张 这个纸大概小到大概五公分 你就是可以随手就是完成一张作品 然后我最近呢 就是有在玩这个 先把纸张用颜色染色 那因为有染过的 它还没有画之前是长这样子 然后就是用很缤纷的彩色墨水去染出来 然后你看你染出什么样子的形状 然后你就在有染的这个范围里面 去画 去画才让画 所以画出来的效果就觉得很特别 像这个 这个是我昨天早上画的 意外它可以拼在一起 然后 还有像这样子的 那这比较大张一点 那我觉得 我觉得像以前刚开始在画的时候 会很想把画面塞得很满 但是我近期就觉得有时候 就是画一个图 然后很轻松很简单这样画 我觉得看起来也是很舒服的 并不一定要把画面画满 嗯 对 但你最近都比较有缤纷的色彩 因为我在设计这方面的课程 因为大部分的人还是喜欢有颜色 可是我个人是很喜欢黑白的 对 所以像这个就比较复杂 这个都是我在备课的当中就是画出来的 嗯 然后像这张还蛮特别的 这张是透明的纸张 嗯 透明的 你看我下面称一个 有没有 它其实是半透明的 嗯 对 然后所以它可以画双面 对 这个是我上一个台湾 也还蛮知名的老师的课 然后它 课程里面的一个练习这样子 嗯 然后还有幸奇也在 这个我不知道我上次有没有给大家看 雷斯风格 那你一直有给我看 我们不是说想要开一个类似这样的课 开完了开完了 嗯 这是雷斯风格这样子 对 这个是上上礼拜的其中一个课程 嗯 好 结束 然后刚刚江亚老师说我的税前笔记 我从二月份开始吧 我的第一张从二月份 二月十七号 然后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断过 嗯 所以我这一本这么厚 哇你 好厉害 我已经画到这里了 快结束了 哦 对对 就是持续每天这样子 我就是以 我要在直播画画 然后就是有一个督促自己的一个方式吧 对啊 他超厉害的 每天不间断这样子 嗯 好 好 那我们就进入正题 嗯 那今天我们这张作品啊 呃 开始画之前我还是会带大家拆解他有几个部分 嗯 那我们拆解就是一一做局部的练习之后再把它变成一张作品 我觉得大家待会再画作品的时候会比较游刃有余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张作品 呃 我一开始第一个构想我是用这个白色的纸画出来 嗯 那我昨天想说画一张这个是茶色的 有点像牛皮色的纸 那大家就是手上有什么纸都可以用 那白色是比较简单驾驭 那等一下我示范我今天想要挑战一下 这张是有一位老师送我的作品 他有点是灰灰的绿色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跟你一样 哎 看不到我 对我看不到 你给大家看好了 我看不到 我的颜色跟加班老师很像 这也是我新买的纸 对 他有点灰灰的绿色 那我等一下会 我想我今天想画这一张因为不想再画白色 那当然用白色的纸也是OK的哦 画出来也是一样很好看 那这张作品他要拆解 他其实只有三个部分的构成 嗯 第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草 这叫毛牛草对不对 它叫牛毛草啊 牛毛草 我觉得它名字很可爱 它叫牛毛草 对 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是这个很像三角形的 那其实它圆形是长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等一下先练习它的圆形 然后这个是让它比较变形之后的样子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琥珀本人 对 琥珀 对 那琥珀其实也很简单化 那如果大家没有色铅笔的话 我还是会带大家画一个 就是如果你只有铅笔 黑白的 黑白的 嗯 怎么画这样子 好 哇你那个琥珀看起来好特别哦 红色那一颗 这颗哦 对啊 这颗吗 不是右边 右边 因为里面有填一些图样 对啊那真的就是琥珀的感觉 我之前跟文哲老师他们去看那个 就是在广州博物馆的那个琥珀展 里面真的好多东西好特别哦 对我这里还有 这个就不是琥珀了啦 这个是上次我们去年有一门课有画那个 嗯 有教的的内容 哇塞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在想这个教案 我们今天的这个 嗯 这是我第一张画出来的 嗯 但有一点 因为我本来想说要让它有一点冲突感 嗯 所以我就是设计了这样 嗯 对啊 嗯 好 那就 那我们先拿一张纸来练习 感觉那个琥珀好难 有点难度 哎不会 等下 真的吗 看我画 对我觉得 我是觉得不会很难 好 那我们 拿出你们的纸笔 对 可以在旁边点上你们的英雄 今天来不及做 带你一张 哦对 我现在点的是薛西草 蛤 蛤 对 因为我的小可爱用那个九号油 因为我一早起来就点了 所以就那个 好那我们先来画 第一个这个旁边的软软的小草 它叫牛毛草 好 那这个草其实就是 各种自由的 线条 然后拉出去就是画一个 很像拉长的水滴 然后这个水滴 你可以在中间 就是顶端 留一个小的 反光点 这样 哦 好 那这个每一条线 好那这个每一条线 在那里 对很像露珠 好那这个线就是每一条都让它可以 很 很柔软的 感觉很像是 刚发出来的那个小豆芽 然后让它是 有很柔软的感觉 不要画直直的哦 这样 然后它们可以互相的 叠在一起都没有关系 好然后我我会习惯在它的顶端 好再画那个 你每次都喜欢画这种 那个什么 那个能量的小点点 对 然后这个小点点 我都会画由大点慢慢 渐小 这样 嗯 这样 我觉得就很可爱 这个叫牛毛草 好我写下 因为 其实缠绕画它们 为了要 让大家好沟通 嗯 所以其实都会有一个中英文名字 哦 对 因为也有很多的外国的人 对对 只是说 因为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会 呃 大家就是直接用名字 你就知道说在讲哪个图 所以这个名字 其实有时候我会 像我去教小朋友的话 我有时候我不一定会 按照官方的这个名字 我会自己乱去 觉得在当下这个 我们又不懂 对 觉得当下这个主题 它像什么 像譬如说我就会说 哦发芽啦 我就会说这个 豆芽菜 也很像豆芽菜 对 好所以名字只是一个 沟通的一个媒介而已 好 那这个草 画好我们来画第二个 第二个是这个 这一个我自己 刚开始在画这个图的时候 老实说我有 我曾经卡过 嗯 嗯 那它 其实是从一个三角形开始 嗯 那这个三角形哦 你要长怎样都可以 你的三角形要不规模 对 或是你的边是有点圆 或是你的三角形形状很奇怪 都好 反正你就是很自由的画一个 嗯 三角形 嗯 好那第二个是关键 第二个呢 你就是找 你的这个三角形任一边 嗯 画一条跟它平行的线 长度一样 嗯 好 这条线找出来之后 你就再把 这个 这个 再画成三角形 嗯 它的关系是这样 好 那我再任意找一个三角形 你再找它的一边 所以都从一边去找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哦 好你再找好一条线 平行的一条长度一样好 你再把它画成三角形 所以它一个一个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 它只有一边是对等的 对都从 你就是锁定一个你看顺眼的三角形的某一边 然后画一条它平行的线 嗯 之后 然后你再 把它画成一个 你的三角形画出来你会发现每个都不一样 可是对 像我刚开始卡关呢 我会卡在 我就是想要画每一个都很对策的三角形 对策 都很完美的三角形 对 然后当我的第二个三角形 第三个三角形 越来越走样越不一样 我心里就非常的卡 可是后来我就觉得 天平 对 但是这个图为什么对我来讲很特别 是因为 我觉得我好像在有点跟自己对话 嗯 我后来就说服我自己 嗯 每个三角形长不一样会怎么样吗 也不会怎么样啊 就是我干嘛一定要每个都一样呢 所以我 我后来打破了 为什么每个都要一样的这个 给自己的这个束缚之后 我就深深爱上这个图了 对 好 我不知道大家 对啊 所以以前刚开始在练习这个图 我就觉得这图到底有什么 但是当我把里面的 它里面的图样其实可以有各式各样 那比较简单的就是 用三个弧线条 嗯 包覆一个圆球 可是这个图就是你画着画着 你会发现 它会变得很有趣 譬如像 像我这一张有点类似 有一点 但你这比较直角 对对对 我那个是直线 好那我们先 随意的画几个三角形 我随意画完之后有一半突然变得很变形 没有关系 就是让它是很自由的三角形 好那画好之后 把每一颗哦 我先示范一颗 三边用弧线 先包起来 嗯 然后它中间不是就会有一个三角形吗 风格 你就画一个圆 然后其他的地方涂黑 哦 然后你中间的那个圆 它就会被推出来了 因为黑就是会往下嘛 那那个白就会被往前推 对 所以你就把每一颗 当三角形画完之后 每一个很有耐心的填上这个三条五线加一个圆 嗯 然后再加涂黑的动作 嗯 就这样 然后你就发现哇 时间就这样子 在你专注的当下就慢慢的过了 然后但是最后画完你会 这个图就会又有多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自己觉得 是 其实在画的那个过程就是 你也不用跟谁比赛 你就是自己慢慢画 只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嘉芬老师在拆解 带大家他要有一定的节奏 所以为什么这个我们会给大家看回放 就是 其实你之后也可以 边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来画 像我有时候看嘉芬老师画 因为他比较厉害 有时候画的比较快 我们没画那么快 我就给他暂停 然后画完之后再继续 但是我跟你说 我在老师们里面 怎样 我算是画的速度慢的人 蛤 嗯 我感觉画这个的人应该要很慢 所以啊 所以啊 其实可是我不管他们怎么样 就是我还是会慢慢画 我觉得缠绕画真的就是应该要慢慢画 那我觉得老师们画的快 其实原因是什么 因为上课 我们必须要 示范完给学生看之后 还要下去寻 嗯 去寻看看同学 我们哪里画的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老师必须要用 两倍的速度 嗯 完成它这样 好 然后这一个图画完之后 它还有一个中间 呃 画阴影的步骤 我觉得会让这个图变得很特别 就是它 中间 在它 所有的角集合的地方 我们可以试着用 铅笔 用铅笔 对我画圆喔 嗯 然后我每次都觉得这个动作很像 让他们团结在一起 团结在一起 然后用纸笔 把它 晕开 嗯 如果没有纸笔的同学 可以用家里面的棉花板 对 有没有就觉得这个阴影 让他们好像 有点 嗯 当然你也可以在三角形的每个 三边的角 去涂上阴影 这也是可以的 像我很懒 我就是一次 涂一圈 嗯 还有就是你们注意一下家门老师 因为我们今天有新同学 就是 哦 好 拿笔的姿势是写的 不是像我们写字那样 可是 通常你们的笔都很大支 所以呢 你们应该会是 像正常这样握 嗯 对 那如果 因为笔很长嘛 你们握的时候就是 不然就是让笔尖不要这么尖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像 嗯 缠绕化官方的笔 对我刚刚忘了有新同学 我们的笔都会是这么短的 嗯 所以我们在拿的时候 都会是用这样子 就是把笔的这个顶端 抵住我们的掌心 嗯 所以就是会是这样子 所以用笔附 嗯 去画画 嗯 这样画出来的线条会是柔和的 就是你这个 就是这个 这里拿笔的那个方式 对 跟我们平常在写字是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是官方的 的这个笔 它就是设计的是一般的笔的一半 所以它才可以用这个姿势去拿这样 嗯 对 好 所以你看画了英语之后 这个图的气质就不一样了 嗯 它就是我觉得也会有一个 嗯 比较有层次吧 嗯 然后我就变得比较有 嗯 这个有点要怎么想 嗯 比较有设计感 我觉得 它就比较不是那么无聊 我觉得你加了阴影之后 它就有生命了 就是它不是在平面上的感觉 对 也不是一个一个一开始看的那个很空洞的三角形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挑战哦 这个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三角形 那如果我想要把这个三角形变得再 稍微 戏剧感一点 就是张力大一点的话 我们来试着让我们的三角形 因为像我刚刚这个三角形是有点 我的边都收圆圆的 嗯 那如果我想要让这个三角形的线条 每一条都是 再更自由呢 好我们来尝试一下 譬如说所谓的更自由是 哦 这也是三角形吧 嗯 对好 大家用三条不规则的曲线 嗯 画一个三角形 嗯 好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 这个会有点画不出来 不会吧 就是随便的三条线 对 就是你可以让它 流动的三条线 对对对 好 那第二个步骤 我先来完成一颗 嗯 就是我们刚刚是画三个弧线 对不对 嗯 我们现在是 用很多条线 去取代刚刚的 把一条弧线用 譬如说用两条或三条来画 哦 然后你的线的尾端都还是要收回这个三角形的中间 啊 对对对 那个是三个角 三个顶点 对三个顶点 对对对 然后 好了之后呢 我们刚刚里面不是填充一个圆的吗 嗯嗯嗯 那我们这个要 让它更补的 画很多珠珠 对很多小的圆点 然后缝隙一样可以涂黑 哦 还有红的 还有缝隙可以涂黑吗 还是有 还是有 对 好 我珠珠画的有点满 好 这个是我们一条 那第二个 第二个三角形 就是用我们刚刚讲的概念 嗯 这个三角形我们先找出一边 嗯 然后你就画一条跟它 差不多 嗯 平行 平行的线 所以它怎么扭动你的第二条就怎么扭 哦 好 嗯 那这条线找到之后你就一样 在很自由的在画另一个三角形 好 然后就一样哦 就是它 这个三角形的三边 都有用很自由的线条 把它给围起来 但是就是都要收到 三个顶点 然后里面就是画很多小小的圆 然后缝隙涂黑 所以就是依此 类推 嗯 所以你就可以 第二个三角形 第三个三角形 第四个三角形 然后每一个都独一无二 每一个三角形 都长得完全不一样 可是当它们 集合在一起之后 哇 会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存在 对啊 好像在跳舞 对 但是它们这个就 我觉得比较张牙狐爪一点的感觉 对啊 然后刚刚第一个画的那个是比较小家 可爱 圆圆蹲 对对对 那我们在握笔的时候呢 手尽可能的放松 这样我们画出来的线条 我觉得会 比较流畅 嗯 那线画的不好都没有关系哦 对啊 我常常画到后面 都跟老师不一样 嗯 我觉得 尤其是华人 就是 都很容易对自己 要求比较高 嗯 像我去教那个老人家 嗯 他们明明已经画得很好很好 可是他们都一直说 我画得不好 然后每次我过去 要看他们的作品 他还会用手遮住 他说老师我画得不好 多多可爱 其实他们真的画得非常非常 哎我发现你在画那个线的时候 你手还在抖抖抖欸 你是对意的吗 对啊 故意的啊 也不是故意的 我其实就是因为我边讲话会抖啊 可是我觉得更抖 没有你像这一朵 抖得特别严重 但是我觉得抖抖的线也很好看啊 但我就抖不出来 我就画了这个是三个三角形 然后一样 我就在他们集合的 他们的某一个角都集合的这个地方 一样 画阴影 然后把它推开 这样 什么效果 你看这个阴影就是把他们好像硬把他们集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就变成好像一朵花了 嗯 对 好然后其他的角 中间那个圆是不是也要大大小小比较好看 中间的我觉得就很自由欸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哦 你可以每一刻都去尝试一下你画的圆的大小变化 然后找出你最喜欢的 比例的样子 算了啦 我是很随性的 对但是我其实就很随性 我根本没有脑袋在思考 对没错没错 直接在画 好 那所以这个三角形 这个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主角 我们现在练习的这一个 对我来说主角是那一滴琥珀 对 好那我们现在来画我们的最佳主角 琥珀本人 好那我先来示范黑白 嗯 那首先要决定你的 琥珀的 我在想要不要换一张纸 我想换一张纸 我换一个 比较粗的纸来示范 因为呢 要上那个色铅笔啊 如果我们太平华的纸 他画起来会比较不好上色 我先画一颗 这个琥珀 看你想要什么形状都可以 我先来示范黑白 所以我先画一颗 这个形状 然后为了要让它有宝石感啊 我就是会再画一圈 好像就是那个香 嗯 相助这个 小钻石那样 小钻石或者是那种金属的零件 就是相助它的 嗯 然后你就是在这一圈哦 很有耐心的画很多的小圈圈 就是五金配件的那个感觉 好 我就不画完了 因为我要留一点时间在后面 好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这一支 嗯 铅笔 嗯 嗯 一般写字的是HB啊 那我觉得如果手边有2B的话 可能会更好上色 嗯 就是笔会稍微软一点 比较好推开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是在 好 选择 看你要选择哪个角落 嗯 就是这个笔 我用画弧线的感觉 嗯 然后用这个纸笔 一样哦 就是绕圆 嗯 所以就是你这一颗虎破长怎样 嗯 你的手 再把它抹开的时候 你就是 一样是画这个圆圈这样 嗯 然后好了之后 我们有这个高光笔 对不对 嗯 高光笔就在最暗的 这一根琥珀最暗的地方 就是你最原始图的那里 对 画那个亮亮的点 诶果然纸比较滑的好像不好推 对 就是画它那个最亮的高光点 嗯 然后如果黑图的不够明显 你就会觉得那个亮点不够清楚 哦 嗯 我觉得我的黑图的不够明显 还是你的高光笔还没行笔 对 我呢我这支高光笔它有一点快要 快要没水了 快要塑妆正寝了 用太多了 它 好我换另外一支高光笔 你是用伊林吗 伊林 这个高光笔 如果大家买高光笔啊 嗯 我现在手上这个牌子是 日本樱花的牌子 嗯 它非常的好用 嗯 然后它 它价格也很便宜 一支好像才20 嗯 人民币应该4块还5块左右吧 我忘记我是买一组 嗯 然后它有三种粗细哦 它有伊林 零八跟零五 对 那伊林是墨水最 最浓郁的 最多 就是它比较粗 最粗的啦 嗯 那我通常都用这一支 对 最后感觉你都很少在用其他 你每次都用伊林 哦 我不喜欢用很细的笔 好 这个就是如果你是单色的话 嗯 画出来感觉大概是这样 嗯 好 我还是把它画了好了 嗯 嗯 好 那我来示范 如果我们要画 像琥珀的感觉呢 嗯 好我一样把它的形状画出来 好一样是两圈 好啦我还是把 外面乖乖的把它画出来 因为外面这一圈 像那个宝石的画完 你就会瞬间觉得它变得比较华丽 而且我很喜欢画小圈圈的 因为这个动作就是真的很简单 然后又 我觉得 会很有什么 好像时间暂停的感觉 啊 其实那就是 我们其实在心灵手绘的时候 就是你在画画的时候 就是不要着急 你也没有要跟谁比 对 你就是这段时间就是活在当下 你只跟你自己在一起 那如果要再更华丽 可以这样两圈 一圈是线条 一圈就是这个圈圈 真的耶 对 好我来画一下 而且你还好上金银色 两圈 哇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 那 普魄的话通常是比较有点 棕色 黄色 对不对 所以 我的这个笔啊 有点 我的这个彩色铅笔的笔感是黑的啦 因为我是好几个品牌混着 所以 嗯 反正我就选了黄色啊 红色啊 咖啡色系橘色 嗯 就都抓来用 那最后 还会需要一只黑色这样 嗯 好 那从 我从浅色就是把整颗 我先涂一个 哦 你是叠加的哦 对对对 哦 啊等一下 我少做了一个动作耶 sorry 我在这个宝石里面去画出 有点类似琥珀的纹路 对 像小虫虫什么那一种 对 譬如说我这个好像有点那种 裂痕 裂痕的感觉 很自由的 就你刚刚的那个点 就是那个树脂 树脂的那种纹路 对 对 你就是很自由的画 所以这个要先画是不是 打底 对对对对 先画 先画然后再开始叠色 它就会很自然 所以这个你看我的线条 其实画的婆丑 但是无所谓 等一下我们色铅笔叠叠 你一直叠叠叠 之后那个线条 它就会有点是好像 哦 对 它就不明显了 可是还是会有那种质感在 嗯 好 那我就是用 那我就是用 线色 是我的西环具 我的这个笔 还没有干 这个有分要油性 还是粉性的那个笔 比较好用 都可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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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部分画宝石的画 嗯 会用油性的 因为油性的色铅笔 它的那个叠 叠色的效果会比较好 所以我的这个笔笔码是油性的 对对对 但是其实都可以都可以 因为我们 这个算是很简单的东西 所以不用那么到讲究到那个 好然后我现在第二层我就用橘色 慢慢叠加 然后你就是一层一层 中间是最亮的 哦所以 然后你暗色就是画它的周围 哦 所以我们第一个 会从最亮的颜色开始打底 对对对对对 然后越来越暗就从旁边看 所以橘色我就是 所以我最亮的黄色我会留在中间 哦 好然后我再画中色 它就是你要有耐心的一层一层的叠加 然后我会在 好我画 我会在比如说这个圆 我的最亮我通常会可能留在这里 我不会在正中间 你不是在正中间 对然后我最暗我会在 这样 这个区块 第一暗 第二暗 这样 哦 对 好那我就继续哦 我用棕色 然后你就是可以去控制你画的那个力道 好那我再拿一个更重的棕色 或者是说我如果想让这个琥珀感觉 红一点我就我现在拿出红色 然后我们刚刚里面画的那些纹理 就会慢慢被弱化 嗯 好 接下来我拿出最深最深的黑色 哦 那我黑色就是 一样四边都上 可是我会某一边就是刚刚这个区块 我的黑色会上稍微多一点 那如果颜色没有 对没有办法很融合 我再拿回我刚刚的浅色 嗯 然后把黑色画过的地方 嗯 再去涂它 让它会互相融合这样子 嗯 但是要用一点力气哦 但是这个真的像你说的那个纸 要有点纹 要有点滑 对 要比较粗 太滑的纸不好画 对啊像我现在在滑的上面 是我就觉得我推不太开 对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好那我再拿回我最亮的颜色 中间我再一直涂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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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黑的地方画那个高光 有吗 有没有亮亮的 然后高光的形状就是可以画一个圈 然后在有点像是有变形的金碳号的 的样子 对 通常高光一上来你的这一颗 嗯 琥珀就会发亮了 然后我就会再用金色的笔啊 就是把它这一圈的那个小点点 就是全部点上金色的笔 这样 好大致是这样 好那我们开始正式来画作品哦 嗯 我觉得如果这一颗琥珀就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慢慢练习 因为它其实它不难 可是就是你刚开始画的时候 嗯 因为还不习惯它那个颜色之间的嗯 的感觉 嗯 就会觉得比较生疏这样 嗯嗯 这个是珠宝设计师在画的东西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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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如果可以画好 这真的很厉害 好 那我今天的这一张作品呢 哇你还先打草稿 嗯它的没有 只是我让大家知道结构 嗯 就是中间是那个我们的 主角琥珀 对 然后接下来我会用我们 刚刚练习第一个这个牛毛场 嗯 去拉出 线条 对但是是沿着这个琥珀出发 嗯嗯 很自由的线条拉出来 嗯嗯 然后每条线条拉出来之后呢 嗯 黄色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练习的那个 变形三角形 变形三角形 对嗯 然后就可以画出 欸你这个结构图真的很像我今天在分享 就是树枝类的植物香气它的疗愈力有没有 对 很厉害 对所以就是 小小的一个然后散发很强大的疗愈力 对 但是大家如果你不想要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你可以把我们今天画的这些 嗯 你就是把它画在一张作品也可以 不一定要跟着我画 只是说我会想要 让大家先知道说 欸它的架构是怎么样 有一个设计的架构 对对对对对 那我的琥珀我不喜欢画在正中间 所以 对 你对耶 你这个很像拍照构图里面有 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 对会很对称 所以但是如果喜欢很对称 你就可以画在中间 那因为我不喜欢很对称 那因为我不喜欢很对称 所以我就是画偏一个某一个角这样子 那大家可以看看你想要 自己决定 对什么感觉 大小颗也都自己感觉 好 那我就拿 我今天用的这个笔是很深的蓝色 很深的蓝色 对它是蓝色喔 现在才看到杰斯米刚刚问你那个透明的是硫酸紫 对对对对是硫酸紫 好 好 那我就从中间的珠宝出发 是后方的硫酸紫 对啊 那感觉有点厚 我就画两圈 然后开始画这个 像在四边的小黄金小钻石 其实那个琥珀如果我们 刚刚那个色铅笔我很轻柔的慢慢慢慢叠会很漂亮 只是因为 刚刚只是在示范那个画法 就是我们时间有限啦 我如果慢慢叠可能 那个要花真的很多时间 所以其实我们心灵守卫 虽然老师是带领我们画 但是其实如果你有兴趣你自己之后 可以再慢慢多画几张作品 对 好 等一下我老师忘记画那个琥珀的纹路 你知道我们这里有一个盒子 是你最早的时候 你画在那个盒子的背面有一个图案 什么盒子 小盒子 就是我们之前在打包小金油那个 然后那个盒子我都舍不得寄出去 但是那个盒子一直放在家里 好我现在用黄色打底 然后再来是橙色 然后就是一样是绕着圈圈喔 要把中间最亮的亮点留给我们的底色黄色 那这张纸我没画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它画起来怎么样 我今天用的也是我新买的纸 也是灰色 接下来我用咖啡色 好最外圈我就来个黑色 那这几支颜色的笔是不是要先拿出来 我是有先拿出来了 那因为像我的这种彩迁 我都是零买我颜色不多 所以我不太有选择困难症 然后再拿出红色跟黑色 让它有点交叠融合 然后彩迁它跟一般彩色笔的不同 就是彩迁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力道去做融合跟叠加 可是像彩色笔你就是一下笔 它就是整个那个水 那个墨都被吸到纸纤维里面了 就比较没有 我觉得中间你画那个烈纹的地方 你也要等它油漆干的再上色 对对对对 我刚刚有个地方就有点黑 没关系啦 反正就再叠上去 好我大概哇我这个 好然后用白色去画出 哇你怎么一下就这么黑了 好我现在用白色画一点反光面 然后最后再用我的高光笔点出来 在最黑的地方点高光笔 在最黑处点最亮的 嗯那个反差比较大 对 好这样 所以先画出来我就会觉得 哇我也有一颗很亮晶晶的东西在上面 已经有一个主角出现 对 然后 外面这一圈我就用这个櫻花的金色笔 哇 那是油漆笔吗 不是櫻花的这一支金色笔啊 大家都应该都有 我有我有你有给我一支 对 这个就是其实你手边有的金笔都可以拿来画 不一定要櫻花那只是 我都习惯买他们家的牌子 那这个也是官方推荐的牌子 嗯 就它很便宜 便宜又好画 如果要介绍笔句我讲一个小时以上都没问题 对你们上次不是做过一集 对好 你看我这一颗哦 琥珀 有没有其实就还蛮 华丽的 嗯 好 那好了 就是呃我会一直顺着讲下去 我中间不会停 然后 呃真的 跟的速度比较慢的同学就可以去看回放 对 那接下来我就是很自由的去长这个 我们刚刚练习的第一个小草 那这个小草每一根草呢 我要从这个我们的琥珀出发 嗯 然后画出无线 拉出那个线条 对 对 好 然后在画的时候我们要转动我们的纸哦 因为我们这个每一条线 会在不同的方向 所以这个纸它的尺寸这样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顺你的手去转动那个纸而不是用你的手去顺着那个纸 对 其实我们在方疗按摩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按摩的时候你要一直走动去 让你的就是操作是比较顺手的 对 不然很容易受伤 好那我拉出来的这个 那个小豆芽我一样顶端有留一个亮点哦 那如果你没有留也没关系 我们其实可以用高光笔去点 那我画这个图我已经都反射动作会去留 那你要画几条啊每一条之间的那个它的那个密度它的那个距离 你都可以随意自己决定 嗯 而且不一定要很平均哦 嗯 像 像有的老师都会说哦什么去量什么距离然后你要画 我最讨厌那种了 我自己就会很不喜欢别人规定我啊 所以 没错 对对所以我其实 比较不会 但是但是的确我不能说老师这样不好 因为有的同学你没有告诉他 他真的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他会完全卡在那里 不敢下笔哦 这是真的 嗯 所以老师们就会说 好你拿起你的笔盖 哦那那个笔盖什么哪里呀 他会用 嗯 老师们经常都用笔盖去讲那个距离 哦 可是就是同学们会比较有一个依据这样子 好 我为什么会选这个 因为 黑色的笔啊 嗯 画起来的那个 在这个作品里面比较强烈 嗯 所以我选这个蓝色的笔是因为我想让这个线条比较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得出来 他比较 我自己啊 我看不出来 好啦因为对画面有点看不出来 反正我就是不想要让他线条太强烈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蓝色的笔 而且我的线条跟你是完全不一样的画 对好我的这个小豆芽都从我们的琥珀中间发散出来了 好那接下来我就要开始画我们刚刚练习的这个比较自由的这个三角形 嗯 好那接下来这个大家可能可以先看我画一组 这样你们后面的你就自己都有底了 好我现在先找随意一条线 嗯 那我先画从这里面哦 我拉出第一个三角形的其中一边 然后接回来 那这个就是填入 嗯 我刚刚练习的三角形 我就是拉很多自由的线条 然后这样 收回三角形的三个点 然后中间画很多小圆 好我第一条线的第一个三角形出来 好第二个三角形我们刚刚有说哦我们 沿着某个三角形拉出一条线 好再把它接回去 好这就是第二个三角形 嗯 以此类推 嗯 所以我们拉出来的每一个豆芽 嗯 就会挨着两个三角形 当然你要画三个四个都可以 嗯 因为你拉出来三角形大小可能不太一样 对对对 你就是现在画的时候你手想要怎么 你的脑袋你的手想要怎么 去完成它都可以 嗯 那我现在先每一条呢 我都先长出两个三角形 然后嗯 画完我再去观察我有没有哪里想要加更多 对 然后一样哦我们手在画的时候放松哦 然后那个纸张要不停的转动 对 因为你把纸张转到你顺手的方向 嗯 你的这个每一条线条画出来真的会很 会比较流畅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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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听到鸟叫声吗 我还听到这个车子在叫的声音 车子吗 就是那个防盗那种 钢材 我说我家 我说我家 因为我们家这边 你们邻居有养鸟 没有啊 就是外面的鸟而已 我们家旁边现在还有私工的声音 但是大家我不是住在乡下 嘉芬老师家在那个 台北市有名的乐华夜市旁边 不是是乐华吗 对里面 他家楼下都是好吃的 但是确实安静的哦 不是吵闹的 这个一圈一圈的三角形 就是要花一点时间画 但是画的过程就是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那个逻辑 所以就是可以 完全的无脑的 就是去完成每个线 那一天我们 一面在看这个图一面说好像漏豆扣 漏豆扣 上个月画的 因为上个月不是中间也有填满这种东西 上个月画什么 其实我 上个月画漏豆扣 哦哦哦哦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 我的空格好像留太大 我这个三角形都拉出去的线条都蛮尖的 对啊 你今天 我的是远的 我都不剪 甚至有的我都会觉得 他已经快要不是三角形 其实像我最近几场线下活动 我也会让那个来参加的朋友 就是一起画画 然后可是是简单的版本 没有像我们 因为我们已经 大部分来参加我们现在每个月 活动的同学都比较资深 然后我每次 就是让他 我也会跟嘉芬老师分享 就是他们画完很有趣 他们都是一般 一般人 然后 每个人画完都真的跟他们性格 然后什么都很有趣 很像对不对 对像上一次 我印象比较深刻 就有一对男女朋友 其实是女朋友想要来参加那个活动 然后男朋友很nice是陪他来的 然后就 在还没上课之前 我就有发现说 那个男生好像都听那个女生的画 然后结果画出来真的 那个女生就是他画的时候 他整个图是在很大 然后一朵就在正中间 然后男生反而是画那种很细致的小图 然后就 完全可以看出他们两个 在一起的感觉 真的很有趣 嘉芬老师 我突然想说你有别人麦吗 我没有 拉掉了 真聪明 不需要你提醒 不错 很聪明 可是我有用心 好不好 好 我刚才在画那个 那个 那中间那颗珠珠的时候啊 我发现我叠那个高光 就是画那个 弯曲的金碳号的时候 我没自信 我画了好几次 结果他就变色了 哦 没关系 那你等他全杆再画 是吗 对 你讲到一个重点 我觉得 我刚开始在 我就是要跟大家提醒 我感觉那样好丑哦 我跟你讲 我刚开始在画的时候 我也会很不自信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描来描去 然后 对 描来描 你就会把下面的颜色给带上来 没错 好 这怎么办呢老师 这就是经验 等他全杆你再画 然后你画的时候 你要轻轻的 因为你越用力啊 嗯 高光笔就是你越用力 因为它那个墨非常浓郁 你越用力 你就会一直把 你原本的那个一直把它 搅和成 对啊 害我的高光变成有点 好 那大家看完我已经 每一组拉出来的这个 小豆芽 我都画了两个三角形 那我现在想要让它 它有的部分 嗯 破格出去 好所以我会有一些 我会加第三个三角形 嗯 然后三角形 大家就知道 就是我们家 其实就是找到 你一个三角形的某一边 嗯 然后再继续画三角 好所以我现在在做破格的 好像它可能不是一个完整的三角形 对 因为我想要让它出去画面外面 嗯 我不想要让它这么规矩 好像就是在我们整个 嗯 纸张里 嗯 偶尔还是要做点出格的事情 哇塞 你真的进步很大 嗯 这以前哪是你说的话 对啊 我觉得这张纸的颜色真的好美 但我今天那个线条分工啊 我没有像你分那么多条 哦 我只有分四条 哦你是说那个小豆芽 不是 对小豆芽 我只有分四条线 因为我今天画圆形的 我不是画方形 哦 哇我的小豆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有八条纳 我今天感觉我不想分那么多豆芽 所以我等一下就要 等下画很多三角形 可以可以看 我不知道我们刚刚的三角形练习啊 第一种跟第二种比较变形的 哪一种嘉宁老师比较勇敢 我吗 嗯 两种感觉不一样耶 就是如果你还有障碍 爱风格 你就会画第一种啊 你会有障碍吗 我不会啊 因为我以前在画这个 我真的好有障碍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很早 你就有教我画这个图了 对啊 我自己是画的时候很有障碍 所以我没有什么障碍 因为我常画的都跟你不一样 我都用我自己的感觉在画 这嘉宁老师这样是比较正确的 我太理性了 哦 好我差不多这样 我的三角形差不多这样 然后呢 我会想要从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画面 这个三角形的尖端 嗯 再去拉出一些小豆芽 哦 对 让它小豆芽有一点胶叠 然后拉长 然后软软的这样子 有没有 所以 大家可以再补一些 大家现在是不是有都忙着在更化 还是只是在看 都可以啊 都可以 看我的小豆芽 而且你今天这个线是抖的这个非常好 抖的 嗯 就是不是画直线 就它可以自己发挥自己的形状 好我的小豆芽还撵过三角形 跨越它 因为我觉得怎么样好像都不是太顺的可以拉出去 我就跨越它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新的这个纸好像不是像我们平常在练习画的那种有点粗 它好像还是算太滑 我画的很慢 因为那个笔 你的笔每一笔出去实在是太滑了 所以其实我自己个人我喜欢比较粗的纸张 所以你卖的你自己定制的那个纸都是比较粗的对不对 绝对是粗的我不会我不喜欢画的纸 对啊 因为你那个你的那个纸我还没舍得拿出来用 对 因为它画的时候那个颗粒感会让你的速度慢下来 嗯 而且我很喜欢那种笔跟纸 张插的声音 摩擦那种颗粒感 好你看我的小豆芽这样长出去 有没有觉得我整个图就活起来了 对 好那我开始要上那个阴影 就是拿出我们的铅笔 其实画阴影还蛮重要的 对 你的图不活就靠音 我们的三角形的三个顶端 我一口气上然后等下再推开 我们可能会有一点点耽误大家的时间 真的心里面想说你今天怎么没有在提时间 好大家再给我五分钟 哇我觉得我这个图画出来应该是跟你完全不同 我等一下就得 飞奔回家了 你今天要回去哦 对啊因为那个 家人都在家里等了所以我要赶快回去 是吗 对啊 你们怎么没有敲我 你们怎么没有敲我 那个 好下课 我大妹已经刚刚回家了 所以小妹已经在家里等了 他们怎么不等你一起 不用啊 他们自己回去 老师不用在这里聊这个吧 给他放太松了哦 我真的我还在很认真的话 我还没到阴影啊 没关系 用你们的速度哦 我是因为要放大家赶快去吃饭 好那我现在用纸笔 把刚刚画阴影的地方推开 那阴影就是每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 然后像如果你们是用白色的纸 你们就是推完阴影就完事 但是呢 我就是选择有颜色的纸 所以我等一下会再上一个亮面 还有颜色的纸还要再上一个亮面哦 对 会比较好看 我等一下上给你们看 你们就知道 会好看很多 好那推这个阴影就是把它稍微 让它那个颜色的过度是那种柔和的就好了 可是你不用 把它推到整个都变灰色哦 嗯 那这个阴影就是你下的范围 我建议就是你整个图大概四分之一吗 好我觉得也不要这样形容啦 总之不用很大范围 嗯就角落把它晕开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要下多重 如果你没有把握你可以先画一个试试看 因为有时候你下手的轻重跟你拿的纸张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也我有点没有办法跟你说要用什么样的力气 好然后我再拿出白色的色铅笔 嗯 然后三角形中段 嗯 哦 这样真的有那种高光的感觉 对它就会有亮亮亮亮的感觉 嗯 那一样你再上这个你就是不要死白哦 其实我有 我想画一次 它有你要控制你的力道 嗯 但它不会盖到我们下面画的黑色线条吗 盖住就盖住 哦 因为反光你把它想成是光线亮的地方 它就是会让它打上去 对对对对线条变 谷都没有关系 就是线条变得不明显都没有关系 嗯 我光这个白色的彩纤 我有各种不同的牌子 对啊 所以那天我要买这个白色彩纤的时候 来问一下嘉芬老师要买哪个牌子 因为它们功能不一样 嗯 像我现在拿的这一支白色是灰薄的 哦 它是比较硬 它是比较硬 画出来的调子比较细 可是它的白色没有那么饱和 嗯 那你不是叫我买霹雳马 对啊 但因为我现在画这张霹雳马太重 是吗 我等一下准备拿出霹雳马来用耶 你可以用啊 哦 它适合你 我们在讲的霹雳马是美国的一个牌子 那我现在手上的这个是德国的牌子 嗯 好 所以就是在每一个三角形的中间我都涂上这个白色局部 一样哦 我手会有轻重 然后让它有鼓鼓的 每一个三角形的中间都会有鼓鼓的感觉 嗯 嗯 所以如果有颜色就是 那个暗暗处跟亮处都要都要加工 对 但是因为你们应该都是拿白纸 所以不会 没有 就是不需要我现在的这个动作 嗯 没有 我今天跟你画一样颜色的纸 嗯 用有颜色的纸其实是 比较进阶了 啊真的吗 对啊对啊 所以我是觉得 大家 就是 其实用白纸就够了 我单纯是想测试我这个新买的纸 那因为嘉莹老师就一直有在跟我画 所以他的确可以试试看不同的纸张 因为像我本来是画好白色 是我昨天晚上11点我才 突然想画一张这个茶色的纸 因为我想要试试看说他 画在有颜色的底上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有耶感觉真的很复古耶 对对他那个是复古 他那个叫做复古的纸砖 那个平常你们 就是那个淘宝寄货的那个纸箱 也可以拆来画 蛤 对啊那个纸也可以画 也很好画哦 淘宝寄货的纸箱 你是说一般的那种牛皮纸箱 对啊牛皮纸箱啊 我刚刚讲的就是有一个盒子 也就是那个牛皮纸的啊 你画过了 然后那个我就发现 你有画画魂在背面 我就不想把它寄货 然后我现在想要中间的那个 我们刚刚中间不是有那个 小点 我用高光笔再把它 点上 哇好缤纷哦你 它就会非常的 我这张整个作品 你这真的很体谅耶 会超级体谅 那如果你想要走低调风呢 可以用金色的笔 金色还会低调吗 不是因为我的这张纸的颜色 金色比较不会那么明显 好那我等一下来 所以你看哦 我们这张 刚刚看起来还是一个丑小鸭 现在就有华丽转身了 所以那个 就是有时候一些不同的笔才互相去交叠 它真的就是可以让作品瞬间 层次感就出来了 可是我必须说就是 我觉得长相画还是要回归到它很简单的基本精神 老实说一支黑色的笔 然后再一支铅笔可以打上阴影 就很足够了 就可以画出很多很多很精彩的作品 然后再一支铅笔要完成了 好 完成 哇 看起来挺美的 跟你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我今天画的是一个很圆的东西 你是一个很有线条 我是一个圆的 好那我现在要来做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签名 对找出一个你最喜欢的位置 签在正面 那如果有用高光笔的话 因为高光笔比较浓嘛 所以它需要一点时间干 所以大家 对你要等油漆干 对有用高光笔或金色笔 大家手就要稍微小心 不要很快画完马上手这样压在它上面 对不然像我刚刚那个亮光处 然后像我这个琥珀如果你要再修饰你可以再 再画一圈线条 再画一圈 不是就是用黑色再去稍微 吓一跳 再把它加出 对对对对对对 再重新因为我们刚刚上这个金笔啊 它就是会让有些线条吃掉啦 哦对对对所以你就是 再画一下那个五金配件 这个画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耶 对就是再画一下 好我觉得很美耶 我也觉得我的很美 我就等下再把那个高光补一下 你看就是同样的这个图样 然后在三种不同的纸张上面呈现的气质 很全然的不同 我觉得这个绿真的超美的 超级美的 其实我买的时候它叫灰色耶 灰色啊 嗯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用了 这三个图 我只是画完线条 我还没有画那个阴影 好我把这个 这三个图 嗯 今天的 画出的作品 嗯嗯嗯 好时间交给佳玲老师 好 我不知道大家跟上了没有 其实也不要太担心 就是你可以完全按照你自己的 那个手术来画 因为像我今天也画的比较慢 就是我等一下会继续再完成 然后我们那个 非常就是希望大家在群里面 可以交流你的作品 就是画完之后可以拍上来 跟我们交流交流 真的放慢速度啦 放慢速度去享受每个线条 慢慢画 嗯 然后那个待会就是 我们下课以后我会 那个把就是回看的视频放上去 然后会让大家在群里面去捲 然后可以慢慢的再 有机会去复习 这个也非常适合跟家里面的 其他家人一起 一起互动来玩手 真的吗 可以啊 可以跟小朋友一起画 那我觉得今天佳玲老师 可能都没空看大家的留言啦 谁 有吗 谁 我说大家有留言吗 我不知道 没有 刚才就是加斯米有留言这样 好 好 大家手都很忙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进行到这里哦 好期待你们分享你们精彩的作品 嗯 然后感谢嘉芬老师 还有感谢今天来自家的各位同学们 那我们就下课夜再见啦 好 谢谢大家 赶快吃饭 谢谢姨妹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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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